关战一把园钉啊 这个也是一个顶尖园钉的一个车队啊 就是南极大神他们的车队 果然是四黑打的是使徒 这条地图有说法 因为我们之前关战他们就是这四个人嘛 那就是一个职业四黑 然后我们之前从他们的一个那个跑位方向来看啊 也是猜到了应该是个四黑 这把的话 打的是个武女园钉大富家祭司 就核心就看怎么猜 我觉得使徒呢如果说不愿意被他们猜呢 很简单对抓园钉 我抓你园钉总可以吧 你不是想猜我吗 你猜啊 这里位置上面来讲 他带的是个传送啊 带的是个传送不会是 我觉得这个传送应该是防祭司的 防一波祭司 然后 那个 我本来想的是会不会有可能就是我传送去找女园钉 后来想应该没这必要 应该没这必要 这边的话没有跳距离上面跟进不了直接沉默 往前走 板子 大富过来帮忙扛 好像不太行吧 帮忙扛这枚猫放了 怎么的两个人定住该吃刀吃刀 大洞打掉 好的 对于石头来讲的话 这个开局应该是 不会有太多的意外吧 因为他们这四个人我们是见识过的 对吧 之前看了一把红教堂的 打的好像是个红夫人吧 我真的是硬扛刀扛着扛着扛着 魔幻翻盘 所以我加个八字 不过分吧 把园钉处理掉了 这套阵容最大的一个变量就没有了 你后面那些小变量 什么祭司拉大洞啊 武女什么的 好像也都不太不太有用吧 我直接对吧 打一刀 然后这边椅子一凶 你爱躺哪里躺哪里吧 看看这边 应该会再来救一波 四黑的话 这个阵容 如果说你不再来救一波 不太好打 就你只能救一波 期望这波救人能够 为整个团队去争取一些 不来吗 使徒 二阶使徒 感觉不好救人 但不来的话 你这边不来找我 我马上可就去找你们了 对 你看祭司来 就从后面打洞什么的 我觉得都可以啊 这是武女过来 武女过来 大副也来 我本来以为来一个人 怎么好像感觉三个人全来了呢 祭司应该是单纯救机子吧 减速拔音盒 位置感觉不太好 这边 再减速拔音盒 我把这猫吃掉 但是这边还是再晕了一波 使徒这里打得很小心啊 一波针对 挂飞 圆 丁 求着这波来救人的话 花费了两人之力 但收效甚微 唯一的收获就是 把这个屁股拖得满了一点 其他就没有了 这边传送落地 一早祭司板子一踹 猫一放 他还等这个洞 使徒打得真的很小心 很求稳 一波跳 过来一刀 祭司还剩一个洞 这个猫 好了应该就倒了 猫好了应该就倒了 因为这边祭司这些洞 其实 他只能延缓自己倒地的一个时间 他并不能真正牵制起来的 一刀倒地 机子的话 我们来算一下 这边武女这台修掉 大副这台还修不掉 大副这台才60%多 打不了 只怪上来 抓圆丁啊 摇怀表 放包 拉回来吗 好像能卡半救下来 打了一刀大副 其实我觉得这刀打祭司 可能会更好一点吧 因为这刀打完大副以后 祭司这边续出一个洞 他如果再拖一拖 等到下一波 挂上的时候 大副再过来 有一个怀表 可能就真的三人开门战了 这边加速巴音和在修的 刚才他这边 因为他打了这么久的一个针对 这波其实不应该去追刀大副吧 这刀追刀大副 好像真的打出 三人开门战的一个节奏点了 巴音和先踩了 那这样他大副过来 偷偷的把人那么一捞 穿斗 猫再补过来 一波 跳 晕住 打 兵马机点亮 但是因为这个猫是第二次晕祭司 所以晕的效果很浅 这边追大副的话 大副有块怀表 这儿要翻屏 整局针对打得这么好 然后 最后 就因为打在大副身上一刀 这边而且大副跳地窖 这个安排的就很舒服了 非常的好 你要怪人是吧 我这边跳地调 做给盘平啦 好 这边 这边 还有 你的 来